首先第一个报告人呢 就是我们近代大学的张翁教授 张翁教授呢 一直是我的偶像 他不仅是科研做得好 做才做艺 然后在近代大学呢 还开设了一门音乐相关的课程 也是非常非常厉害 那今天呢 咱们欢迎张翁老师给我们介绍 关于淡白人组织的数据搜索 以及结果整合的独立制衡方法 好 大家欢迎 谢谢十号老师的介绍 谢谢十号老师 非常荣幸能有这样的机会 在这个新闻缩获的单位上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成果 那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 蛋白制衡质固 搜固及整合策略的独立制衡 好 那么我们都知道 搞蛋白制衡的人都知道 这个FDR控制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搜库的话呢 需要评价我们搜库的质量 或者说可不可靠 如果不可靠 实际上实际上 实际上这个质量的控制是自己凭自己 对吧 那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又当裁判员 又当这个运动员的话 那么这个腐败是战争难免的 所以来说自己凭自己 永远不是一个可靠的方法 那么这个问题呢 那么在现在大家做PGM的 就是翻搜数的越来越多 我们用open search 就是开放式搜索的 这个工具的越来越多 在开放式搜索的时候 这个FDR的问题呢 变得更加严重 为什么呢 因为FDR的控制 实际上是 是与你的这个 这个鉴定量是有关的 嗯 在之前呢 有的文章里面呢 人们就提出来 说 missive identification would lead to an incorrect FDR estimation of the identified peptides 也就是说呢 你如果说漏掉了 漏掉了那些 这个 这个 开放了 它会影响到你的FDR 由于在 开放式搜索里面 你的这个 这个 鉴定实际上是 变得更加的 呃 不确定 因此的话呢 在open search这个领域 这个FDR的控制 一直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 呃 open search这个 这个概念 已经出来好几年了 但是用的人并不多 那么 我们需要一个独立的 这个 这个 制控数据员 来对这个 我们的 设计的结果 来进行制控 那么呢 有什么是一个 独立于蛋白质主的 一个制控员呢 在 那么我们就想到 是所以用 翻译数据 也就是说 正在翻译的mRNA 来做一个独立的制控员 这个 这个事呢 在稳态细胞里面 是完全可以这么用的 因为在稳态细胞里面 你这个蛋白质 有合成 才会存在 不然它过一段时间 就会降死掉 因此呢 在稳态细胞里面 translating mRNA 和 protein之间 是有一个一对一的关系的 那为什么我们不去用这个 转悟数据 因为 在转悟数据 在转悟数据 有5%到25%的mRNA 它是无反应的 因此的话 如果你用转悟数据 一个背景参考课的话 你会 直接在这个地方 引入5%和20%的代表 那么这个 策略呢 已经在2014年 被 人类蛋白质数据 计划作为 第四支柱 那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做这个RNCC 那么我们做这个RNCC 我们需要 把 把这个 正在翻译的mRNA 来测得尽可能的深 于是呢 我们对四株细胞细胞 包括一个HELA 还有三株的 肝癌细胞细胞细 进行了 极深度的 这个 这个胎度测试 RNCC 那么我们用这个 两种测试仪 测定了 超过150兆RIT 然后呢 在这样的一个深度之下 理论上 我们能够检测到 每个细胞 0.014拷贝的 这种 掌握表达的基因 也就是说 呃 我们的这个 对于翻译中的基因的 这个检测呢 已经是趋于完备 那么在这种 趋于完备的 翻译中的参考库的 情况之下 我们将蛋白质处 收获结果 比对到 这个RNCC的 这个参考库上去 呃 于是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RNCC的作为一个 独立制服务员 来看看我们的 蛋白质收获对不对 那么呢 有一部分 的这个 鉴定呢 是 这个 Translation Supported Identification 简称DI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一部分的蛋白质 鉴定我们是可以找到 这个蛋白质的翻译 证据论 那么这样的话 两个东西对上的话 我们认为是真氧性 然后另外还有一部分 就是我们有 有 鉴定到蛋白质 但是我们没有发现 它在翻译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呃 可能不能直接 武断的说 它就是一个假阳性 但是它作为 假阳性的概率 会很高 那么这一部分呢 呃 这个鉴定我们称为 Suspicious Identification SI 至少是可疑鉴定 那么 类似于SDR的概念 我们提出一个 SDR的概念 那就是 可疑鉴定比上 总贴定量 也就是说 大家很自然的能够想到 SDR越低 就说明我们的 鉴定越可靠 那好吧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OpenSearch 它究竟 会不会对SDR有影响 那我们呃 在这样一般图上 我们看到 无论你的这个 这个搜图的参数 是什么 你的预设是什么 你的数据提示是什么 基本上OpenSearch 它都会明显的去增加SDR 也就是说 如果按照传统的 我们的这个OpenSearch的 各项参数设置 以及制控设置 那么它的可靠性是 明显不如传统的NarrowSearch 那么这样的话 也证明之前 人们不太敢用OpenSearch 是有道理的 因为你建议出来 不太靠谱嘛 好了 那我们就希望说 能够把OpenSearch 给弄靠谱了 那怎么弄靠谱呢 我们就长话稿说了 我们试了很多种的因素 最后发现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把你的太多的FDR给它 揉一点就行了 嗯 这个 嗯 今天你不好用的话 我就只好 看这样行不行 啊 我们看到这个红色的 红色这条线 是NarrowSearch 那个那个SDR 这个水平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那无论你用什么算法 嗯 这个 这个 嗯 黑色的 黑色的线呢 是这个OpenSearch的SDR 我们看到 在Peptic FDR1% 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 嗯 OpenSearch的SDR是比较高的 但是如果 我们把Peptic FDR 给卡到0.1%到0.2%的话 它的这个 可靠性呢 就能够达到NarrowSearch的这样一个 程度 那么既然NarrowSearch的这个 这个可靠性 现在是广泛被认可的 那么 在这样的一个 呃 搜固的这样条件之下 OpenSearch 它的质量也是能够被认可的 既然我们号称 这个 我们严控这个 这个 Dedged FDR 可以使得 呃 可以使得这个 呃 OpenSearch的质量 得到很好的控制 那么我们必须要一点证明 那其中有一个很好的证明 就是说 我们有多个算法 来进行的这个 鉴定的话 应该 如果质量是好的 多个算法 应该鉴定到 都是同样的一批蛋白质 那么它的这个 concordance 也就是说这个 呃 这个这个 对应性是应该是比较好的 我们看的确实这样 FDR在小于0.001 就是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的 百分之一的 百分之一的情况之下 它的这个 concordance 是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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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是要在所有数据集里面都是要高于 呃 FDR小于0.01的这个传统标准的 因此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证明 呃 确实这个FDR是更可靠了 然后呢 我们就发现 呃 这个我们理论上会想到 OpenSearch 它是会 因为它会考虑到各种呃 修饰的这种开装 啊 因此它可能可以定义上更多的这个图 但是它并非如此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MSFDR这个这个这个算法里面 确实是如此的 但是呢 在这个Pfine的这个算法里面 它就在大量的这个数据集里面 它就不是这样子 并且呢 最终鉴定到台湾数 这个呃 使使用OpenSearch 反而会降低这个呃 呃 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然后我们深入了FDR就发现 OpenSearch 实际上它和NarrowSearch 实际上不是一个互相取代的关系 我们发现 OpenSearch和NarrowSearch之间 他们他们所利用上的普图 普图数的普图 其实是不同的普图 嗯 OpenSearch 比较偏向于 鉴定到那些呃 呃 呃呃 带有这个修设的态段 但是它对那种没修设的态段 鉴定效果 是不如NarrowSearch 好了 那么 不管如何的话呢 呃 我觉得就是呃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NarrowSearch 和OpenSearch 我们需要结合起来用 这样我们才能最大化 我们的收入的效果 那么 既然我们在OpenSearch 这个这个领域上面 能够给它创 创建一个制度标准 那么在这样的制度标准之下 那么在这样的制度标准之下 我们除了能够做PTI 还能够做一件事情 就是SAV 就是那个氨酸的这个突变 因为传统上面氨酸突变很难 在这个制度上面被可靠的建议出来 那我们这里给大家展示两个例子 展示两个例子 这是在肝癌系统里面所所建议到的 那么呃 我们建议到其十个这种 呃 是有有有 可能是有功能去突变的 那么这个突变的话 它会影响到呃 这个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 所以说它们有可能是在这个癌症中 发挥一定啊 功能的这种呃 这种突变 然后呢 这样的这样的突变 除了能够得到这个蛋白质制度的 读的 呃 这些这些建议还能够在RNC 上面也就算在翻译上面 发现 哎 确实翻译的我们说翻译的这个 呃 这个FMA 它上面是有突变的 所以说也是可以得到证证的 好 那么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还在一个方面 就是在呃 多引擎收铺的这个结果整合上面做了一些工作 那么我们都知道 现在有很多种收铺椅被开发出来 我们自己也曾经开发过 那么不同的这个收铺引擎呢 它们所基于的呃 基于的这个数学模型都是各不相同的 呃 比方说 像Xpandem 它是那个超级颗模型 OPSA是那个国宋模型 PROGOB是那个二层分布模型等等 那么每一个数学模型它当然有它自己的优势 当然也有劣势 因为我们相信没有任何一种数学模型能够包养天下 那么好了 我们同样一期图 我们用这个 我们用不同的收铺算法 来搜出来的结果 是不一样的 这个大家应该是都有感觉 感觉 那么我用 比方说我用七种算法 可以搜出来七个不同的结果的数据集 那么 我怎么把它转合起来 这个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我们发现啊 就通过同一个数据集 我们就 不同的这个七种 七种收铺算法 它得到的 trust number 是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呢 我们发现 举大部分呢 应该说一半以上的这个蛋白纸呢 它至少有一个引擎会丢的 就是见证不出来 然后右边这个图大家可以看见 详细的看一下呢 就是 绝大部分的这个蛋白质 它至少是会有一个白框 也就是说有一种 有一种 算法是鉴定不出来的 那么我们在想 怎么样去 最大化的去利用 这样的一些 不同的这个搜独算法 来综合鉴定 这样的话有可能可以 提高我们的鉴定的数量 但是同时有一个副作用 就是如果说我综合太多的这个引擎化 我有可能会增加FDR 传统上面我们有几种 这个方法 一种是我们取这个交集 然后一个取定集 还有一种是在普图层面上进行一些综合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最左边呢 是单个引擎的 单个引擎的收购的这个效果 我们发现大家收购效果呢 其实差的不是很多 然后下面这个STR 实际上 就是因为这些文章 都发得比较糟 当时我们把这个 SDR 称为STR 这只不过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数据而已 那么那个SDR呢 越高 可能是就表明越不靠谱吧 然后我们看到 就是大家的靠谱程度 应该是差不多的 然后呢 嗯 如果是我们 好 如果我们是 取病集的话 多个 多个商品的病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鉴定量 是明显的下降 但是呢 它的这个STR呢 会 反而会上升 也就是说它的 你取病集的话 反而会增加 增加部分好性 如果是取 取交 呃 就是说了 取交集 如果是取 取病集的话呢 鉴定量肯定会上升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呃 那个 STR呢 它也会增加一点 不多了 但是也会增加一点 所以实际上 这个靠谱 靠谱性是 也是会 也是会 也是会略微加强一点 然后我们来看到 这个 以前的那种 在普通层面上的程度呢 Skyhook iProfit 这两种 这两种算法 会增加 实际上是会增加SDR的 所以说它的 靠谱程度也会降低 那么 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刚才发现了 就是呃 有一些蛋白质 它是只有 它是多个引擎 可以鉴定到 有的这个 蛋白质 它是只有一个引擎 能鉴定到的 那我们来对比一下 这个有 只有一个引擎 能够鉴定 就是蓝色的这些 它的在各个引擎中的分布 我们会发现它的 平成质都会比较低 也就是说 这个鉴定质量 会比较差 于是我们建议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标准 那就是说 把那种只有一个引擎 建议到的 呃 这个这个结果给去掉 我认为它补靠 然后呢 于是就有了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 Trotting Level Integration Strategy 也就是说 我同一体不多 我用多个引擎 来来搜图 独立的来搜图 然后独立的支撑 因为你FDR 每个引擎的FDR 那模型都不一样 好 最后得到了这个Trotting ID之后 然后我们就 我们就来看 具有 只有N个引擎 里面有M个引擎 能够鉴定到 我就算是 我就能算是鉴定到了 如果花个头来讲的话 这个可能更明白一点 就是 七个引擎里面 比较说在七个引擎里面 有两个鉴定到我就算了 我就算我鉴定到了 好 好 就这么简单一个 整个策略 我们看它的效果怎么样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TI 就是真阳性 当然 你这个要求更多的 已经鉴定到 它的这个鉴定量 会下降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SDR 你看这个 整个两个引擎 就是 七个引擎没有两个引擎 能鉴定到 就算鉴定到了 它的SDR 实际上就已经是低于 低于单引擎的平均值了 然后呢 继续增加这个 继续增加这个 要求的引擎数呢 其实并不会继续降低SDR 但是会降低这个 这个增压性 于是的话 我们发现这个最优的 最优的 最优的解就是在 N去2 这个这个点上 比如说我们七个 或者是六个引擎 随便你有多少个引擎 有两个引擎 能够鉴定到就算了 好 就是一个最优的解 既然说 我们 所有的这些鉴定的话 你只要是一个引擎 能够鉴定到 那么我们就 我们就认为 那么他们所借鉴定到的 所有的太高 我们都是得算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利用上 不同引擎的 它的出现模型的 各自的优势 把所有的这些 它们全部加起来 我们可以发现 它的这个 它有点覆盖物 就会上升 能上升多少 在很多的情况之下 我们上升 差不多有一倍 所以的话 用这样的一些方法 总结一下就是 我们 我们用这个 翻译组的这种方法 来做一个独立的 制空的信息源 是可以 是可以有效的 对蛋白组组的各种方法 来进行 来进行制空的 而且你在这个 在一个文派地方 里面把这个方法 设好之后 你可以把它移植到 任何非网派的地方 绝对没有问题 然后呢 在OpenSearch里面 我们建立了 OpenSearch的制空 那就是 TactiFDR 是小银银银银银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同时也创造了一个 我们也创建了一个 Profit Level Integration Strategy 那么也就是说 它会更加的 更加的灵敏 更加的可靠 然后呢 还可以提高 然后呢 你不用重新做实验 然后你只用多元计算就可以了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那么RNCC的这种Data 也就难以为 一个方法 做这个 做翻译组程序 你自己做 但是这个事情是非常难的 也非常tricky的 第二个方法呢 可以 可以用我们去 我们专门建议的TransvatorDB 收集了2463个翻译组程序的数据 所以说 如果你的研究的体系 正好能在这2463个的数据 在这个条件之下 你可以直接用它的数据 直接用它的数据 然后呢 还有不是 如果你需要自己测 但是呢 你自己又测不了的话 怎么办呢 做小广告 找我们的这个充其充其充物公司 让它们可以 做所有这个物种的 RNCC per privacy 这个是有一堆的 专利在这里面 然后呢 我们这个充其充其充物呢 也是原来代理者计划 这个翻译组测序的 免费提供创 好 那么 我的报告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张老师